大家好 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嗎?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來聊兩個話題 第一 監控全世界 中國企業竊取240萬人隱私 第二 中國經濟內循環能打通嗎? 首先來看第一個話題 監控全世界 中國企業竊取240萬人隱私 9月14日國際媒體不約兒童 記錄一起大事件 一家位於深圳的振華數據公司 被披露涉嫌秘密為中共軍方 搜集了全球超過240萬人的個人數據 各國富豪、政要、軍事將領、宗教領袖 甚至黑幫罪犯等等 都成為中共鎖定的對象 振華數據被指控 為中共軍方提供了一套 海外關鍵信息資料庫 該公司通過了推特、臉書、領音、 Instagram以及抖音等等社交網站與軟件 竊取特定對象的個人數據與動態 並彙整出這名目標人物的人際關係網絡 甚至還可以對目標人物的周邊親友進行監控 甚至這些目標人物的個人健康報告、 法庭訴訟記錄、心理評估報告等等 高度隱私的私人信息 也都出現在這套資料庫裡 消息傳出後 各國媒體紛紛追蹤、披露 振華數據資料庫裡到底掌握了 哪些政要名人的個人數據 目前已經知道包括英國女王、印度總理莫迪 澳洲總理莫里森等等政要都是榜上有名 而且還涵蓋了許多軍官、外交官、 學者、記者以及企業高層等等 範圍涵蓋了方方面面 好 看到這裡 這個事件的相關細節還有非常多 我們就不在這裡重複了 大家可以自己找相關的報導來看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 這起事件背後的生成信息 首先 是這家公司的背景相當可疑 振華數據成立於2018年下半年 可以說相當年輕 那一家年輕的公司 居然能在短短一、兩年之內 建立起涵蓋全球政要名人的數據庫 而且還在世界各國 成立至少20個海外信息處理中心 背後如果沒有國家力量的支持 基本上不可能做到 而且這家公司的主要客戶 是以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政府 以及中共軍方為主 顯然與中共和軍方的關係相當密切 這一點也與華為相當神似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當年是從軍方出身 成立華為之後 一開始靠著大量的政府單位訂單 並且與軍方密切合作 從而快速發跡成長 最後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網絡設備巨獸 只是我們還不清楚 振華數據是不是中共參考華為模式 刻意成立、扶植的大數據公司 另外這家公司的名字振華 應該是振興中華的意思 而該公司的網站上也表明說 他們研究大數據的情報戰略 目標就是要成就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正好呼應中共黨魁的主旋律口號 因此這家公司的政治性相當強 應該與中共脫不了關係 不過就當消息被媒體曝光 也就是曝光之後 該公司網站立刻關閉下架 對媒體的詢問一律不回應 顯然是中共與當事人應該是心虛有鬼 所以應該可以說 振華數據是中共軍方通過民間企業的身份 來包裝的一支網軍部隊 或者是中共將網軍的業務外包到民旗底下 藉此降低外界的戒心 也更隱晦的對境外網絡發動攻擊、切命 那麼我們要再追問了 中共通過振華數據 搜集全球240萬人的數據 到底有什麼目的呢? 我認為這是一套有系統的對外入侵的程序 大致有三個步驟 第一步 監控追蹤全世界重要人物 特務和間諜手段 是中共建黨百年來最擅長的手段 中共要監控世界重要名人的動態行蹤 了解他們的生活愛好 試圖找出他們有哪些道德瑕疵或人性的弱點 從而掩擾一套有針對性的統戰、手邊戰略 比方說 如果以前臺灣有一些退休軍官偏愛酒色財氣 中共就針對他們安排了金錢陷阱或美元計 來漸漸吸收他們成為中共的間諜 第二步 統戰 收買各國重要人物 建立支配各國勢力 中共在了解這些正要名人的習慣、 愛好或瑕疵、弱點之後 就會通過各種手段來進行統戰和收買 一步步在海外各國建立能夠影響當地 支配當地政策傾向的勢力 澳洲就是中共這類統戰手段的重災區 澳洲學者漢米爾頓曾出版一本書叫做《無聲的入侵》 全面揭露中共對澳洲的侵略手法 指控中共要將澳大利亞變成傀儡國家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今年6月才剛發表報告 揭露中共通過校園、媒體、華人社團等渠道 來滲透澳洲社會 中共還通過華人富商黃夏末 利用政治捐款的手段滲透政治圈 推動一連串有利於北京的友善聲音 中共就是要將這套澳洲模式 繼續擴大實施到全世界 第三步 影響外國政策逐漸操控各國 當中共在各國逐漸收編 拉攏到足夠的政治勢力後 就會暗中施加各種壓力 影響各國的政治風向與決策 促使各國對北京友善 從而一步步達成中共影響操控各國政商界的目的 如果長此讓中共這樣成功滲透下去 那中共就會真的逐漸取得支配國際社會的權力 那一旦當國際社會都無法逃脫中共的控制或影響 那麼中共黨魁念自在自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就會真的出現了 因為全人類的命運都將共同的被控制在中共的手裡了 此外還有一點也很重要 就是這套大數據對海外滲透入侵的模式 也有助於中共竊取政商情報、技術和軍事機密 甚至還可能會影響外國軍隊的作戰佈局 比方說 有一名美國海軍的校級軍官就被政華公司特別標記說 此人有很高機會被拔著為核動力航空母艦的艦長 那為什麼政華公司要鎖定這些人? 為什麼要做這些特殊標記呢? 如果這些人真的成為中共海外滲透、統戰或甚至暗殺的對象 那麼會對其他國家帶來什麼影響呢? 換句話說 中共正在通過大數據和網絡科技 對全球各國發起了無聲侵略 這是中共沒有道德底線的超限戰的另一種體現 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實現中共稱霸全球 支配人類命運共同體 也就是支配你我以及全世界 好 在了解政華數據公司和中共這套大數據入侵的戰術之後 還有幾件事值得我們加強警惕 首先 就是中共確實具有稱霸全球的野心 而且對世界各國與全球人民構成威脅 儘管中共口口聲聲說沒有稱霸的野心而永不擴張 但事實卻一再對中共自己打臉 黨魁說中國人沒有侵略經 沒錯 中國人沒有 但是中共有 不然的話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金錢 一起去全世界到處滲透 盜取個人數據 做成200多萬人的資料庫呢? 那如果把這些金錢拿來幫助那些 月收入不到1000人民幣的6億中國人 那會多好呢? 其次 對於華為、抖音以及各種來自中國的科技產品與企業 都必須謹慎存疑 由於中共體制對中國企業的控制與滲透相當嚴重 但很難保證中國產品沒有網絡安全引用 像小米攝像頭也傳出隱私外洩的問題 所以千萬要謹慎 還有 儘管中共黨魁一直打著民族主義的旗幟 高喊中華民族復興 中國夢的口號 但是 我們必須強調 中共只是假中華民族之名 推進侵略世界 稱霸全球的帝國主義野心 不但沒有傳統文化的何為貴 就連禮義廉恥、國之思維都沒有 各位想想看 中共整天披著中國與中國人的外衣 對世界各國謾罵、挑釁、潛伏、攻擊 那這樣外國對中國人的印象能好嗎? 那麼 中共是在愛中國還是在害中國? 說白了 中共並不是為了中國人或中華民族而努力奮鬥 只是為了中共的權力擴張與權位穩固而賣命爭鬥 所以 我們一定要清醒認識 中國不等於中共 中國人不等於中共人 話題二 中國經濟內循環能打通嗎? 最近中共黨魁一直高喊 中國經濟要內循環 後來因為內循環聽起來太敏感了 有一種要走向閉關鎖國的味道 所以後來黨魁又改口說 是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還創了個新詞 新發展格局 來描述這個內循環為主體的經濟 那也有不少朋友來問我 中共所謂的內循環到底能不能成呢? 那真的循環的了嗎? 所以我們今天就盡量用淺白的方式 來跟大家聊聊我的看法 那首先 我們先弄清楚 經濟上的循環是什麼意思? 讓大家知道 一般來說 企業要先投資建設工廠才能製造商品 也就是先有了投資 再有生產 然後就有了商品 那商品出來之後就要有民眾去購買 有市場去消化這些商品 這就是所謂的消費 商品經過消費之後 創造出的收入就會回到企業的手裡 然後促使企業繼續投入生產 再賣到市場去消費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 也就是投資、生產、消費的模式 能夠穩定的運轉下去 好 那我們現在來說個簡單的故事 概略的回顧一下中國的經濟發展 在2008年金融海嘯以前 中國基本上可以說是雙循環模式 中資與外資在中國投資生產 生產了大量商品出口到海外市場 去賺取外匯 回流到國內 形成國際的外循環 其他商品則是在中國自己 消費、吸收 形成內循環 所以當時是國內國際雙循環 特別是那個時候 因為投資與出口貿易很旺盛 所以在中國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讓更多人有收入 也就讓更多人願意花錢 也因此拉高了中國人民的消費力量 但是在2008年全球遭遇金融海嘯之後 許多企業關閉了或者停擺了 海外市場的消費力也瞬間減弱 許多境外資金也紛紛流回到某國去還債或避險 來自海外的投資也一下子減少了許多 因此中國的國際外循環也幾乎停擺了 所以那時候中共推出了4萬億計畫 也就是俗稱的4萬億救市 由中共政府舉債投入大量的工程建設 包括修建鐵路、公路、基礎建設等等 也就是俗稱的鐵工機 換句話說等於是由政府出錢來扮演投資者 推動工程建設、創造大量就業機會 來撐住就業市場 從而讓人們維持收入 也勉強維持消費與經濟發展 不過這種政府救市的政策路線 本質上是飲吃卯糧 結果導致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債台高主 到現在都還不清 後來隨著中國工資逐漸的上漲 對企業來說中國的勞動成本越來越高 已經不再適合勞力密集產業 或者低端製造業的大量生產 因此產業開始外移到東南亞、印度等等 勞動力更便宜的地區 中國的就業機會就開始逐漸減少了 特別是在美中貿易戰開打之後 大量的出口企業為了避免美方的高關稅 紛紛加速撤離中國 同時也有不少企業選擇關閉 造成中國失業率攀升 所以北京當局就開始高喊六保和六穩 而且首先都是強調保就業、穩就業 不過今年遇上武漢肺炎爆發 造成大量企業倒閉、殘源或發不出工資 而外資外企也加速撤離 讓中國就業市場更是雪上加霜 再加上疫情肆虐全球 國際消費市場嚴重萎縮 也嚴重衝擊中國的出口貿易經濟 因此許多就業報告都不約而同警告 今年中國要防範規模性失業潮 甚至失業人口可能會多達兩億人 好 看到這裡我們謹要的回顧一下 中國過去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路線 可以看到中國經濟從過去的國內 國際雙循環或雙引擎漸漸失去了國際引擎 從而現在中共當局只能依靠唯一的國內引擎來撐經濟 所以不斷高喊內循環 不過這內循環引擎可不可靠、能不能循環 得要由國內消費來決定 但是目前看起來 我認為內循環的消費經濟恐怕是很不樂觀 只有幾個原因 原因一 失業率攀高 人民所得減少 大家知道 消費能不能活絡的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錢 當整個大環境相當不景氣 許多人失去工作或被減薪 人們的收入大幅減少 可以支配的所得又自然跟著減少了 簡單說 人民手上錢少了 或者是沒有錢 怎麼叫他們花錢 中國的失業率向來是官方最高機密 官方對外公布的數字也一向不可信 日前曾經有研究報告推算出 中國將有7000萬人失業 失業率高達20% 結果這份報告立即被屏蔽 分析師也立刻被撤職了 這讓人不禁好奇 是不是這個數據太接近實際失業情況了呢? 另外 加上今年中國有874萬學生從高校畢業 比去年多出了40萬人 讓今年的就業市場更加嚴峻 一方面是許多剛畢業的年輕人很難找到工作 另一方面是許多資歷深、工資高的員工 必須得和這些工資低的新手來搶工作 因此 可以預見 今年中國的失業潮勢必是難以避免 而且還會出現明顯的工資下跌的現象 失業與收入減少 會讓民眾的手裡缺錢或沒錢也就沒有力氣消費了 原因二 經濟前景不樂觀 消費意願與需求下降 消費除了要靠人民有沒有錢之外 還要看人民願不願意花錢 但目前中國整體大環境不佳 貿易戰何時能夠結束還是個問號 再加上疫情的影響 第一季度的社會消費品零售 就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9% 而畢馬威 也就是KPMG 最新的報告也指出 今年第二季度 中國的消費需求依然偏弱 再加上許多青年人身上還扛著房貸的壓力 以及養孩子、照顧父母的壓力 所以估計今年中國人民的消費 會趨向保守、謹慎 盡量把錢留在手裡 原因三 中共體制不可信 外企一去難返 事實上 中共體制可能才是影響 把中國經濟持續下走、難回繁華的關鍵主因 大家想一想 貿易戰怎麼發生的? 不就是中共對美國的長年不公平貿易 不正當竊取技術與知識產權 造成美方嚴重損失 所以川普決定出手反擊嗎? 另外 中國過去幾十年雖然經濟高速發展 但卻是建立在不道德的競爭之上 也就是通過中共極權統治下的低人權與低工資 來創造中國的競爭力 吸引追逐低成本的企業進駐投資 說白一點 過去中國的經濟發展 是建立在中共對人民勞動力的剝削之上 再加上中共政府缺乏誠信、缺乏透明的政治與法治 因此許多外資外企都吃過虧 失去信心 因此 這些企業一旦離開中國之後 恐怕就很難再回來投資 這會讓中國長期就業市場持續下行 影響人民的收入與消費能力 內循環也就難以樂觀了 好 我們總結一下 中共高喊經濟內循環很難樂觀 有三個主因 原因一 失業率攀高 人民所得減少 原因二 經濟前景不樂觀 消費醫院與需求下降 原因三 中共體制不可信 外企一去難返 好 今天先聊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訂閱、留言、按讚 跟你親朋好友分享 訂閱之後 請記得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您就有機會收到我們新節目通知了 我們下次再會! 訂閱、留言、按導—贊能、按讚